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一期新节目 那么我们今天是收到了一个海盗船的K68防水机械键盘 一个是红轴的 一个是轻轴的 那么我觉得键盘这种外设的话 做成一个主观的体验的形式会更加好一点 不像我们平时的一些节目 主观体验会更好 也毕竟是很主观的东西 那么我们今天就带给大家一个开箱加体验的一个过程 来看一看这个K68防水机械键盘到底它的特点在哪 它的好处在哪 它的缺点在哪 那么我们通过一个第一人称的体验形式就能给大家看到了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 现在就来开箱吧 好了 我们已经把这个K68机械键盘给拆出来了 然后可以看到它除了键盘本体之外 还附赠了一个掌托 掌托其实是一个塑料材质 不过它添加了一个内敷的表面 这个上面更加温色 摸起来会更舒服一点 虽然它还是一个塑料材质 但是遥甚于无霸 这样一个掌托总归能给你的手掌提供一些支撑的 那我们把掌托插上 再来弹一弹这个键盘的外观部分 K68的外观的话其实跟之前的K70他们设计语言是一样的 都是海盗船一贯的这个风格 但是K70的话它采用的是一个金属的表面 K68的话就变成一个塑料的了 除了这一点呢 它还省略了媒体的滚轮件以及后面的一个USB的hub 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话 咱们只有一个USB的头了 那你就不能插鼠标的接收器了 不管怎么说呢 这是一个定位相对来说平民一点的海盗船的机械键盘 目前在金属上面的会员价大概是699 它报价可能是600块钱左右 那么这样一个键盘的话 虽然说在所有机械键盘里面还是贵族的那一批 平民贵族的那一批 贼船嘛 对 毕竟是贼船嘛 但是在海盗船的键盘里 也确实是算上比较便宜的了 那我们说完这个外观的话 就要来看看机械键盘最重要的部分 也就是它的手感了 咱们先来看红肘 这个红肘的话 来体验一下 给我一个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小键手感是确确实实是 确实红肘的手感 很轻快 很轻快的一个手感 直上直下 但是它的这个大键感觉就有点弱 拖你感觉就有点弱了 要不拆开来看一下原因吧 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轴的情况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K68呢 它的大键也是跟一些机械键盘一样 使用了一个卫星轴的设计 因为是防水的机械键盘嘛 所以说它小键的外面 大键外面都会包一层橡胶的胶垫 这样一个设计的话 就可以保证水会渗到它的机械轴里面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 如果用在小键上的话 那么小键周围这一圈的话 它是不会蹭到橡胶的胶垫的 这样一来手感其实不会有任何影响 但是大键的话 由于它的卫星轴这里 这个胶垫其实是比这个轴体高出了很大一节的 可能就会蹭到这个胶垫的边缘 手感可能就会有点肉了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样子 要不我们给观众听一下声音 你们可以直观的感受一下 这个是小键的声音 这个是小键的声音 这个就是直上直下的红轴 然后再给大家听一下大键的声音 可以明显感受到差别 就是一个比较肉 一个就是比较轻快 比较直上直下 除了机械轴的手感之外 还有一点就是键盘的布局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海道船的这个阶梯状的排布 它的这个角度和这个差异 这个键与键之间的一个键差 其实就做得相对合理一些 对 这边的打起来就会有 和键隔也比较半 不会有很奇怪的感觉 不知道自己在摁哪里 然后这个是红轴的一个键盘 这科普一下 就是红轴这个轴呢 它其实是更适合FPS游戏 就是比较需要那种快速键入 然后不需要段落感的那种情况 那么我就特别喜欢红轴 因为红轴的话 它不会拖泥带水 按下去就是按下去了 它不会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力回馈 或者说不会有一个段落感的感觉 那么如果你喜欢那种噼噼啪啪的感觉 可能就需要轻轴了 就来看看轻轴 轻轴是一个更适合打字的一个机械键盘 我个人认为 因为它的这个段落感非常的清晰 它开关键是有很明显的隔断的 那么这个其实说实话 对于打字来说 最好是有一个确认的那种信息 回馈到你的耳朵椅 那么打游戏的话 我个人是更倾向于红轴的 轻轴的K68的话呢 其实也有点红轴那个老问题就是大键会有点肉 它轻轴断过 有烤开关本身 对开关本身来给你提供一个反馈的 这样一来其实我觉得 触底那一部分肉的感觉 在这个键盘上就不是很强弱了 这个手感就是非常的Cherry的手感 对 非常Cherry的手感 那么说完这两点的话呢 我们把这两个机械键盘接上电脑来看一看 我们已经把这两款K68的机械键盘插上了电脑 可以看到这个灯光已经亮起来了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 咱们的红轴的这一款 它亮的是红色的灯光 这个新轴亮的是蓝色的灯光 然后很可惜它没有像K70那种RGB的效果 对 只有单色 少了一点信仰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灯光会从防水的橡胶的垫里面透出来 这个效果倒是比较柔和的 看起来会舒服一点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按键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之所以能够做到从这个橡胶垫里面透出来 做出一种比较有科技感的效果 其实最大原因呢 其实是因为你把这个灯给昏过了 然后它灯光就透到这个橡胶套里面 然后就看起来好像是从橡胶套里面射出来的一样 除了它本身的单色的灯光之外 我们刚刚接上了电脑之后 还发现它给我们装了一个海盗船的CUE的软件 里面其实也像K65 K70一样 可以调整一些效果 比如说它有波浪的效果 这个叫晴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晴朗 但是它就像一个波浪这样在走动 然后我们也可以做出下雨的效果 就是噼噼啪啪噼啪啪啪的一再往下掉的这个效果 这可能在蓝色那个上面更明显一点 然后这个效果就比较有意思 这个效果叫波纹的灯光 就是你按一下灯光就会从这个四周散发 也像联漪一样的 就还是挺有意思的 挺有趣的一个效果 除了灯光之外呢 它可以对每一个按键进行一个自定一个选项 比如说你要是觉得吃鸡里面大跳不方便 然后你也不想用鼠标红的话 你干脆就把空格键改成空格加C键 然后你就能一键大跳出去了 那么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个K68它的一个最大的杀手键 其实是防水 那它到底防不防水呢 我们今天要不就来试验一套呀 海盗船的K68据说最大的特点是防水 对吧 我不知道防不防水 所以我们就来试验一下 对吧 那么袁青现在正在玩某款大型游戏 然后呢 他正在疯狂的敲击键盘 哎 袁青啊 哎 你这个英雄玩的不怎么样啊 你怎么才这么点人头啊 哎 你怎么出黑切啊你 你这英雄怎么乱来 你怎么ADC打野去了啊你 你怎么打成这个鸟样 怎么0-4啊你 你这怎么乱来啊 啊啊啊啊 好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键盘呢 经过我多次的液起攻击之后呢 它好像还是没有熄灭对吧 我们键盘打两下看看 还是在正常工作的 并没有出现任何的故障 那为什么它能实现防水呢 那其实除了刚刚的这个橡胶垫之外呢 它里面也是经过一些特殊设计的 水倒上了键盘之后呢 它首先是经过橡胶垫圈里面的水倒 然后呢会倒到下面的这个出水口这里 然后这样一来的话 水就不会经过它的轴体了 大家知道机械键盘之所以那么怕水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轴体进水 那既然有了橡胶圈和整个水路的保护 包括后面的这个倒水孔 这样一来 我们的机械键盘的轴体就不怕水 那么自然整个机械键盘就不担心水的问题了 然后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了 我们平时的使用环境是非常的复杂的 对吧 我不可能只喝白开水 对吧 我还有可能喝什么奇怪的白色的液体 或者是奇怪的什么别的什么液体 年年的液体 对吧 比如说可乐 对吧 可乐 那么我在想呀 就是这样一个键盘如果倒可乐进去 它会不会出问题 毕竟可乐里面是含糖分的 而且它还有气泡 对 它有可能会湿进去 黏在里面 我有点担心这个问题 你担心什么 当然是试一试啊 哇 你这个说到就到是吧 你可以看到这个气泡已经在这个机械键盘上面 扩张开来了 感觉好像整个机械键盘都变成了一道大餐一样 是吧 那么我们的可乐呢也像刚刚的水一样 从这个出水口里渗出来了 不过我们刚刚担心的其实不是说别的什么问题 而是说可乐里面是含糖分的 它干了之后会不会 对 像造成一些老化 然后其次是在这个表面 包括雪道里面形成一些粘稠的东西 对吧 不过讲道理 对呀 它不是防水吗 它不是防水吗 那我再用水洗一遍不就好了吗 对吧 这个是不是很有道理 经过我们刚刚一番Rolling呢 这个K68的键盘好像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我确认 确实是防水的 对吧 报道上没有出现偏差 对吧 但是我想了想 这样一个防水键盘 反正我感觉键盘很多了 对吧 我好像也用不到 要不我们就 不如我们把它roll了吧 也不错呀 福利一波观众 只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极客湾 并在后台回复我要K68键盘 我们就会抽取一位幸运观众 获得我们没有泡水的K68 轻轴的机器键盘一个 因为没有泡过水 所以是非常安全的 当然这个泡过水的也是非常安全的 也是自常工作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极客湾 以及淘宝电视极客湾电脑超市 我们极客湾电脑超市上面 还有一个世界鼠高链正在热售中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